今天这个视频是一个发在了年度爱用品时间点上的普通爱用品 没错,我就是这么喜欢做这种不按常理出牌 但是又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事情 我知道我经常在我的爱用品视频里厚颜无耻地植入一些小广告 我也不能保证我以后不会继续这么干 但是今天这个视频里没有任何的合作推广的成分 因为今天这个视频完全是我今天早上临时起意想要拍的 除非我在录制这个视频的过程中或者录完这个视频之后 某个被我提到的品牌找到我说要给我钱 那我也不会拒绝 我恬不知耻的样子是不是特别可爱 总而言之今天这个视频就是想和你们分享一些我最近非常喜欢的东西 首先是这个 我知道这个东西在护肤圈早就已经名声大噪 不管你是喜欢它还是不喜欢它 很多人都已经尝试过这个了 这个就是Fresh的大豆洁面 但是我作为一个大家越说一个东西好用我越不想尝试的那种无比矫情的人 我知道前不久才第一次试用这个 就是因为我之前旅行需要一个小包装的洁面 所以我就到机场免税店买了 结果真的非常非常好用 而且它的那种好用是我之前都不知道自己会喜欢的那种好用 所以用完那个旅行妆之后 我就去回购了一个正妆的这个 它这个质地非常有意思 有点像果冻 是那种很滑 放在手掌心里一不小心就会跑掉似的那种质地 而且这个质地在你使用过程中基本上也不会有什么变化 它不会起很多泡沫 所以就全程都是那种很滑果冻式 甚至有一点点像鼻涕的质地 但我觉得它整体的使用感是好的 就是洗完之后会给你一种很清爽的感觉 不只是干净的清爽 而是有一种润滑的清凉的清爽的感觉 而且这个洁面虽然叫大豆洁面 但是我不知道它们为什么选了一种小黄瓜味的香味 没错是小黄瓜 不是黄瓜味 一定是小黄瓜味 小黄瓜味 因为说黄瓜味会影响使用这款洁面时那种美好到有一些做作的感觉 总而言之我是非常喜欢这个洁面 它很温和使用感又很好 尤其是对于秋冬季的偏干一些的皮肤 它的清洁能力足够 又不会过度清洁 下一个东西是这个 这个是Kerez希腊酸奶系列的乳液 我之前也在我的视频里推荐过他们家希腊酸奶系列那个面膜 那个真的是我最喜欢的面膜之一 之后我又尝试了他们家希腊酸奶系列其他产品 包括这个乳液还有一个面霜还有洁面 那个洁面是比较偏乳霜质地的 我自己不是特别喜欢那种 相比那个面霜来说我更喜欢它这个乳液的质地 因为这个乳液完美的满足了我想要把乳酸菌饮料涂在脸上的预饿 它叫做cream gel 就是一个凝胶乳霜的质地 非常轻盈但同时又有一定的滋润度 整体上就是非常水润清爽 也是我最喜欢那种润肤产品的质地 这个乳液就是炼乳的质地 甜甜的酸奶的味道 非常人如其名地具备了乳制品的各种迷人之处 这么形容一个护肤品 我觉得我对他们家这个希腊酸奶系列也算是真爱了 最后必须要说一下这个包装 就是我喜欢有泵头的乳液产品 但是我又不喜欢那种需要盖盖子的泵头 然后这个就完美的满足了我对乳液包装的需求 就是一个不需要盖盖子的泵头 这个味道我太喜欢了 下一样护肤类产品就是这个防晒 这个是olay的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的防晒 它是spf50p4个家 所以这个不管是对于日常通勤 还是不太剧烈的户外活动 应该都是ok的 但是最关键的是对于它这个防晒指数 这款防晒的使用感真的超级无敌 特别的好 我刚刚看到它这个包装背面显示日本制造 肤感完全是日系防晒的那种 尤其是对于混合偏油的皮肤完美的那种质地 因为我特别不喜欢非常黏腻的防晒 这个就像一个乳液一样 而且不是那种很厚重的乳液 它就是一个很清爽很薄 上脸之后几乎没有什么存在感 然后也完全不会泛白 不会起磨 不会黏 不会腻 总而言之我觉得这个防晒的肤感真的非常非常好 而且它性价比也很高 所以虽然它也是一个有盖子 有我不喜欢的盖子的泵头 但是因为它其他的一切 我完全可以原谅它 下一个东西是亚顿的护手霜 这个是他们8小时系列的 我非常喜欢亚顿8小时系列产品的味道和质地 这个味道我从来没有在其他品牌的护肤品里闻到过 它是一种柑橘味混合了某种没有那么刺激 没有那么突出的很温和的可能是花香 也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的味道 但就不是一个纯粹的柑橘味 我今天这个手就是涂了八层油 原来我也特别喜欢他们家身体乳 但是我上次去免数店的时候就没有看到8小时系列身体乳 所以我就买了这个护手霜 这个味道我真的超级喜欢 它是那种有一点点年代感的柑橘的味道 不是非常清爽 非常年轻 非常有活力的那种味道 但是我就是特别特别喜欢这个味道 而且我非常喜欢这个护手霜的质地 不是那种涂上手之后会让你感觉特别滋润 特别油 特别腻的护手霜 这个护手霜甚至有一种柔滑无光的质地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料造成的 可能是硅之类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在一个护手霜里 这个效果真的非常好 有的护手霜涂完之后 你去拿东西就会在上面留下油印 甚至还会觉得手有点打滑 但这个就完全不会 它就是给你一种保护套似的 热滑感 这个护手霜的包装就非常普通 是那种有一点点磨砂面的 甚至有一点寡淡无味 所以我觉得我对这个护手霜的整体使用感受 可以被形容为 朴实无华的快乐 接下来来说一个化妆品 就是这个 我之前不是说我的修容都快用完了吗 然后想买个新的 我就买了一个这个斯福兰自己品牌的修容 然后这个是35号 它这个颜色 这个包装我不太喜欢 我觉得它特别不好抠 它的颜色就是这种比较偏冷的灰棕色 这个让我有点想起了Kiko的238 但是它又比238要稍微深一点点 但是那个238更适合冷白皮 这块的肤色适用范围 我觉得会更广一些 对皮肤明度和色调的要求不是特别高 这个修容的粉质我觉得还算不错 它的显色力非常够 所以画鼻影的时候需要稍微手轻一点 然后画两颊的修容的时候就可以正常下手用 它还是比较自然的阴影的效果 所以这个修容也是我最近发现的 还算是出乎意料的好用的东西之一 财妆护肤类东西都说完了 接下来来说说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喜欢的一个类别的东西 就是袜子 这三双都来自我最近发现的一个袜子品牌 叫做Omen Drugs 然后这两双是他们和木木美术馆合作的大V霍克尼系列 这一双就是应该是他们普通系列的某一款 我非常喜欢他们家袜子的设计种类 花样花色什么都很多 而且也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拼色和配色 但是整体上来讲 我觉得我对他们家袜子的喜爱 并没有超过我对我最喜欢的袜子品牌 就是法国的Bond Maison 理由很简单 就是我觉得他们家的袜子穿在我脚上 没有Bond Maison小号的那种那么合适 他们家袜子都是军码的 所以理论上来讲应该是男的女的都能穿 然后我的脚又是特别瘦的那种 穿这个袜子就不会特别合适 而且因为他们家袜子质地还挺厚的 在脚上也不会那么服贴 但是我对他们家图案的喜爱 基本上已经能让我克服这个问题 接下来我想要分享的这个东西非常巧 就在我录这个视频的刚才 五分钟之前 刚刚收到了它 一个新的它 我本来是想在这个视频里给你们展示 我之前那箱的最后一瓶 就是我手里拿的这个 结果我录这个视频的过程中 我买的第二箱就到了 就是这个元气森林出的酸梅汤苏打气泡水 这个是我在深圳演出的时候发现的 后来回到北京也没在超市里再见过 就是酸梅汤口味的 全国的Semi-11里面应该都能买到它的桃子味 卡曼菊味 还有黄瓜味 但是这三个味道我真的都已经喝腻了 这个酸梅汤味 打开了新世界大门 这个真的是 我觉得这四瓶里面最好喝的 完美 这虽然是无糖的 它是用赤咸糖醇还是什么做甜味剂 它没有任何的奇怪的甜味剂的回味 而且它酸梅汤酸梅的那个味道也很正 又是我喜欢的带气的饮料 所以自从我发现它 它就融生为我最喜欢的肥宅快乐水排名榜第二名 仅居可尔比斯之下 甚至超越了芬达 所以这个酸梅汤味气泡水 从我回购的速度里面能看出来 我是真的非常非常喜欢 我限制自己每天只能喝一瓶 所以这个就是我今天的定额了 我要分享下样东西 也是一个吃的东西 但不是一个可以直接吃的东西 至少我不是这么吃它的 就是杏仁粉 这个不是冲水喝的那种杏仁粉 杏仁露 这个是烘焙用的杏仁粉 就是做马卡龙的原料 但是我很少用它来做马卡龙 因为我觉得做马卡龙太麻烦 技术含量太高 我都是用它来做其他的烘焙来的产品 尤其是派皮 传统的派皮不一般都是会用黄油和低筋面粉做吗 但是我发现在这个配方里 加一定成分的杏仁粉 那个派皮的整体口感和香味 都会上升一个档次 就是杏仁粉它有它自身的那种甜甜的 非常独特的香味 同时又有更高的脂肪含量 它的口感就会比单纯的面粉更有层次 而且也更有营养 虽然吃派 并不是为了吃它的营养 然后烤麦芬啊 曲奇啊 蛋糕之类的东西的时候 我也在尝试用杏仁粉做 出来的效果 会和普通面粉有一定差异 但是我觉得这个差异是很好的 因为它能够给你最后那个成品 一种非常独特的杏仁的味道 这一点我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所以如果你也喜欢烘焙的话 我觉得你们可以尝试一下杏仁粉 最后我想要分享的不是某一样东西 而是某一种体验 这个体验就是在睡觉前 独自享受一碗 加了鸡蛋的方便面的体验 所以我并不是要推荐这个面 当然这个面还可以 但是它不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方便面 我只是拿出来证明 我家还有方便面 我这要把方便面当成夜宵 以及加一个鸡蛋进去 这件事情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不陌生 但是对我来说 这件事情从来都不是一件非常特别 或者说我特别想干的事情 因为我从来没有特别喜欢吃过方便面 我觉得它和其他面条没有那么大的差异 但我不知道最近怎么回事 就突然特别想吃 某一天晚上晚饭之后两个小时 也不是很饿 但是就是特别特别想吃方便面 特别想吃加了一颗鸡蛋的方便面 然后我就给自己煮了一碗 从此之后 我觉得我对方便面产生了一种不一样的感情 但与其说是对方便面这个东西产生了感情 不如说是对于在那个时间点 在那个状态里吃那样一碗东西的感情 就是那个时候你需要的不是食物 不是食物本身 而是一种感觉 一种你在做一件不是那么好 但也不是那么坏 但又有一点点坏的事情的极好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临睡前的独自享用的一碗 加了鸡蛋的方便面对我来说就是这种感觉 所以如果你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是白天 那么我强烈建议你今晚给自己下一碗 加了鸡蛋的方便面 如果你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 那么请你现在就去下一碗 加了鸡蛋的方便面 体会一下这种无比矫情 又无比实在